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 我们一起有一点时间与主相遇 今天有圣餐摆在这里 所以很清楚今天我们要与主同桌 这个圣餐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这一句话 能够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 但是2000年前当耶稣 你知道祂只有33岁 请问一下当中33岁的,请记手一下 超过人以上 超过33岁的,请记手一下 谢谢 一半以上 33岁 想想看33岁的老头子还是33岁的小头子 跟五六十岁的人讲话 啊,你们这乙子35岁的乙子 还那么年轻 对世事的所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经历过 你们讲什么话,你们的话能信吗 33岁 当耶稣 祂就要走了 祂在举杯的时候,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那一天晚上他就被抓了 33岁半 即将被抓 即将面对他自己的死亡 然后他死是以死刑犯 泰国节被定在那 33岁半 这样的人 你想想看 一旦他病了 死了 他的故事就结束了 他的人生结束了 对吗 所有的 over game over 但是 今天 我跟大家用一点时间的分享 33岁半的耶稣 跟祂十二个门徒 围坐在那个长桌上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每逢你们吃的时候 就 当这样来纪念我 两千年来这一句话改变的世界 还继续在里面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今天能不能触摸到你 我不知道 对不起 我这要对哪里 我这应该对哪里 sorry 我给你 嗨 除校节的第一天 我们来 我们来练一下 这个这一段经文 好吗 来 除校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 你要我们在哪里 为你预备余夜节的晚餐 耶稣回答 你们进程去见某某人 对他说 老师说 老师说 我的时机快到了 我要和我的门徒在你家里守一夜节 门徒就依照耶稣的吩咐去安排一夜节的晚餐 在这里连续好几次 一夜节 守一夜节 安排一夜节的晚餐 首先我要提起 你们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 你认为耶稣的人际关系好不好 怎么说好 他不是耶路撒冷的人 他现在正在耶路撒冷即将被抓 他仍在加利利长大 三十岁出道 三十三岁半 现在三十三岁半就要走了 竟然远途去到耶路撒冷 学生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要在哪里吃饭 要在哪里守一夜节 但是他们说老师 注意 有许多人一直在强迫 强迫人说你要信耶稣 然后他是你的神 我告诉你请不要那么快 跟耶稣在一起的学生 他们称耶稣是什么 老师 对于耶稣的认识 你请让人有机会是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不要跳跃太快 人家会没有办法接受 confession 信仰的 我能够爱你有多深 要随着我对你的认识有多少 对吗 所以请不要对那一些非基督徒 跟对耶稣 对教会 对上帝都很陌生的人 你一直要强迫他 please stop care 跟耶稣相处三年半的人 耶稣 苦心 栽培的门徒 还称他是什么 老师 够 这样已经够了 耶稣已经心满意足了 所以今天我要请你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 先承认他是我们生命中的老师 看他怎么做 看他 发出什么样的亮光 来照耀我们心灵的另外一片 他们说 老师 我们该在什么地方为你预备一夜节的晚餐 他说 你们进城去 看到人 对他说 我们的老师 要在你家 那一个人有马上接受 我马上接受 好 就马上去 准备一个房间 准备 OK everything is done 好 基督徒 我希望你能够 这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无论你走到哪里去看到十字架 基督这个十字架 我在温哥华文会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杰出的设计师 是我们教会的青年 他说 牧师 全世界 全世界 以一个设计师来看 全世界最成功的 logo 第一品牌 是 打勾的那叫什么 Nike 他只有一个打勾 变形全世界 畅然无足 第二 十字架 这么简单 然后全世界 无论你走到哪里去 到处都插满了十字架 看到的十字架 就是一个十字 你知道它的内涵吗 这个指的是什么 什么关系 这个都在说关系 OK 这个代表什么关系 人跟神的关系 人跟神的关系 护士 你走进 耶稣基督的教会 耶稣基督的教会 说是上帝的家 当你走进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上帝的家 来到这里我们再谈人生 再谈信仰 然后会谈到生命的意义跟目的 第一要义 第一最重要就是要建立人跟神的关系 所有的伦理的线 是从这一条线开始 所以教会不是在教伦理道德 宗教不是在教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那是家庭教育 那是学校的教育 伦理道德不是教会要谈论的东西 但教会要谈的是 神啊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爱你 然后他是自善自美的 他爱你到底的 你在他的面前 他如此的爱你 甚至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然后把你引到上帝的面前 把你引到上帝的面前 你福祿主要跟神建立了这个 神跟你的关系 父跟子的关系 这一条线你做好了之后 然后要用这一条基本线来架构你跟世界 你跟神的关系 所以基督徒都是在说关系 请问那么注重关系的基督徒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你的人系关系要不要好 你要用心架构你的人际关系 无论你走到哪里去 使人因你怎么样 门斧 所以你成为一个门斧的工具 假如你成为一个门斧的工具 大家看到你会不会喜欢你 很高兴的喜欢你 谢谢你们很多人都喜欢我 也邀请我到你的家 让人疼,让人来变你 不错 我今天也会帮助你的孩子 你做过事 OK 所以耶稣做到 知道他现在是面临一个死刑犯 到处要追弃他 还有人因甘冒生命的危险来接待他 容不容易? 不容易 OK 那再来我要看 什么叫做鱼夜节 短短的一段经文 连续说了三次鱼夜节 什么是鱼夜节? 鱼夜 就是鱼夜 拌回去 那你说什么? 我们右边 初阿基基十二章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马 预备 来 日后 你们到了耶和华 按着所应许是给你们的那地 就要守这里 你们的额鱼 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说 这是献给耶和华 一月节的祭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他击杀埃及人 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了我们各家 那谈到了摩西在埃及 以献太人在埃及 法老王的手下成为奴隶 犹太人在埃及帝国成为奴隶 是分散在埃及各地 埃及人剥削他们 苦代他们 四百年之后 四百年 请问台湾 台湾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从福建移民到这里来 多少年 你知道吗 三百多四百年 所以大概就是台湾人从 多数的台湾人从福建移民到这里的时间 这样子惨不惨 大概七代八代吧 七代八代 头上一两代 真好贵子 因为约瑟迪亚最宰相 对不对 然后帮在埃及帝国建立 哇 梁氏无缺 再来的好几代 受苦 他们哀怨 他们呼喊上帝神救救我们吧 经过一段时间 摩西来了 然后摩西来要救这些埃及人 救这些犹太人出埃及 你知道他们分散在埃及各地 如果把他们招聚 然后如果把他们带出来 一带就是两百万人左右 在那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有十个事件的发生 最后就是这个 击杀 原来埃及的法老王 绝对不肯让这一群奴力离开 你们离开了 你们抽离了 许多工作我们就要付钱 许多工作我们就没有办法 就要停荡下来 怎么可以让你们离开 所以埃及法老王绝对不肯 所以到最后用这个 神告诉摩西说 你们在某一天晚上 每一个家你们就杀了一只羔羊 然后用羔羊的血涂在哪里啊 门框上 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 然后那一天晚上 凡是有涂羔羊血的 千石就越过去 没有涂羔羊血的 千石进去击杀了 那一个家的长子 结果击杀的都是埃及人 得到保全的都是犹太人 埃及法老王 吓到赶快 你们这些不吉利的子民 赶快走吧 赶快走到 走到一半而已 法老王又后悔 升起大兵追杀 出埃及的故事 所以那时候 所有犹太人 就这样突然聚集 然后往红河的方向走 一夜节 就是纪念上帝 就在那一天晚上 越过了犹太人的家 保全了他们的生命 一夜 那个一夜节 那一天 那一只羔羊 就变得非常重要 羔羊的血 羔羊的血 对吗 羔羊的血 涂抹在犹太人的家 这个羔羊的血 成为一个记号 他们的生命得保全 羔羊的血 注意这个一夜节 在那一个羔羊的血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犹太人的阅历 跟我们全世界的不一样 这是以色列的国旗 这是我们一夜二夜深夜 这是我们全世界 我们今年二零几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这个年数从哪里来的 从耶稣来的 从耶稣来的 注意哦 事实上 我们生活有许多多的东西 都跟耶稣有关 但是不要忘记 他三十岁出来 三十三岁半 那就被定在这里死了 而且死的罪名是 叛乱 叛国 而且 違反 宗教 法规 以一个宗教盯他死刑 罗马帝国盯他死刑 的一个罪犯 他有太多东西跟你 你现在在享受的 许多福利都跟他有关系 请问 礼拜天 要不要上班 不要上班 礼拜天不用上班 老板又要付你薪水 从哪里来的 告诉我这个礼拜天不用上班 就可以 白白领薪水 谁送来的礼物 耶稣 因为就是 老板付给你 这一天 我付给你薪水 但是你要去做礼拜 所以这叫做礼拜天 结果我们领了钱 有没有去做礼拜 没有 都在家里睡觉 违反了 来的人都有 现在 现在你来了 终于等到你了 我们这里有钢琴 请问这个钢琴从哪里来的 都跟赞美耶稣有关系 五县土 都跟赞美耶稣有关系 OK 这个都跟他有关系 他33岁半死了 应该game over 但是他影响了全世界的 世界文明 世界历史 世界文化 世界的价值 他今天他要影响你的生命 一页 一页 这个 连夜历 日历 夜份 都跟他有关系 但是犹太人 偏偏 今天犹太人的月历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的月历是从我们的几页 他们的 他们的一页 是我们的几页 三页跟四页 为什么他们把这一个时间定为他们 犹太人的一页分 他们的一页 他们的新年 一页就是通常都是新年嘛 他们的新年以什么为基准 祭奠他们 祭奠他们 一页节 担鬼 祭奠 在埃及 越过天时越过 保全了犹太人的生命 集杀了埃及人长子 那一天是他们的新年 请问这样子来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件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那对他们来讲 对许多人的天荒故事 没有武器的人怎么可以打败埃及帝国 不可能的 但是无论如何 你看到他们的业力 从一夜节那一天 定为他们生死充亡的新生的第一天 OK 这是他们的业力 继续来说 我们今天所圣唱 又拉回 又拉回耶稣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从马太26章26节到29节一辈 来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瓶来祝福 就破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出现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焉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胜 但我告诉你们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吃 直到我在我父母的国里 同你们喝这新的那日子 在这里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说 你们都喝这个杯 这是我立焉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做什么 使什么 使罪得胜 不怕的身体 你们拿着吃 就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吃 拿起杯来说 请喝这个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烟 血 所立的新烟 喝了的目的 是为了使我们的罪 怎么样 得胜 当初一夜酒的时候 那个血 血 保全了 尤丹人的神们 今天 耶稣说 这个血 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烟 你们拿着喝 喝了之后 要让你们的罪得胜 我告诉你 我们台湾人一句话说 品康压落 是什么 没有一个好人 品康压落 没有一个好人 现在你的品康 是应免典的 还是应免典的 应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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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坏人怎么没有拿去关 还坐在这里 所以我告诉你 基督徒在讲一些话 外面的人都听不懂 我们是坏人 我们都是罪人 他想什么 我每一年都有兼钱出去 每一年兼200块 每一年兼200块 每一个月200块 我是好人 基督徒说 我一个月兼10万块钱给庙里 我一年兼了200万在庙里 但是他从这个庙的相关企业 拿了好几千万 整个中部的沙尸业多被他绑走 好人坏人 怎么说 基督徒在这里说的 坏人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士 他的定义是 就像我们在设靶心 每一次设靶心的时候 有一个红心 请问常常 你在设这个 你的行为 有没有常常 每一次都能够达到你自己 心中 应该有的红心 应该有的标准 有没有 基督徒在说 我有罪了 就是神啊求你 也怜悯于我 我应该 达到红心的 我没有达到红心 我常常偏离红心的要求 我常常偏离 你要我做的 我没有达成 我不想做的 我常常做 不想说的话 我偏偏说 搞不好 你今天要来做礼拜 你说了一些话 伤了许多人 对吗 你不应该说 你说了 你不应该做了 你做了 你应该做的 你却没有来做 招待没有来 什么没有来 我忘了 我这个忘了 那个忘了 忘 那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说 神啊 我有罪了 因为我该做的 我没有达到那个红心 我不想做 我常常就 就像柯P一样 还好 柯P他 他的嘴不好 但是他的 他的 他的政策 常常是好的 OK 我们常常就在 处于一种 无奈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说 神啊 求你原谅我 基督徒 请问这样的 自以为我是罪人 常常为了自己 没有达到 应该有的目标 悔罪 这样的行为 道德标准高 高不高 很高 很高 要不要警察 不必 基督徒的地方 都不必警察 只要你 好好 照着信仰 来做的话 在我们的国度里面 都不必警察 OK 所以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罪的问题 我告诉你 常常我们 注意哦 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 当常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 罪常常成为人跟神之间的拦阻 请问这个世界 什么地方在处理我们的罪 人有罪了 人不完全了 要不要处理 我得罪你呢 我们常常就跳过去 我们没有处理这件 我得罪你的事情 对吗 我们对父母亲做了一些不该做的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我们得罪了父母亲 我们有没有去处理这件事 没有 我们对儿女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 父母亲有没有去处理那件事情 没有 我们跟朋友 反正我们 累积了 太多太多的 污秽 一生 这样下来 请问 年纪越大了 累积越多 还是越少 越多 越多 那怎么办 活到九十几岁的人 他累积一生 那麽多的污秽 怎麽办 怎麽去迎接 怎麽去面对神的问题 耶稣说 烦牢 但中当然都到我这里来 我愿意成为那一只羔羊 我愿意成为一夜节的羔羊 请注意一下 耶稣他在处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他的生与死都在自己的企画当中 许多人要杀他 要害他 他现在把他的时间自己拉到什麽时候 一夜节 那他就象征性的 我就是那一只一夜节的 什麽 羔羊 我死了 我甘心乐意的死了 而且我主动的死了 我要 让我自己成为那一只一夜节的羔羊 自己把自己的身体 甘心乐意的剥开 为你们舍的 血 为你们留的 凡领受的 你 就进入我的生命 我也进入你的生命 你是我的 我属于你的 然后你的罪 借着我的血 我替你留了 所以 外面的宗教 他们每一年都要杀猪 对吗 杀了猪之后 就怎麽样 诶 他们不应该 他们是 他们是 他们的太前世 会有报应啊 但是他们为什麽每一年都要杀啊 好 好 好